講解50斤 什麼意思是50斤 很多人想起50斤是50歲過後就有50斤 其實不是的 50斤在唐文來說是胡思間 是有五個部位很重要 英文叫Frozen Shoulder Frozen Shoulder是一種好像一隻雞 是一種雪甲的碟 拿出來硬化性 所以硬化性用來做什麼就是Defrost 50斤之間很多人想起50歲才有 不是 50斤之間用來有五個部位 才能形成一個50斤 第一就是我們弄傷頸椎 苦死頸椎 就位位也很容易 或者是硬化了 我們的肌肉脫了腳 還是就位位也會形成 或者是Colorboard 我們的童子骨 魚養位也會 第四就是我們穿脊子鎮 雞翼位 穿脊子鎮位 一個高低 都可以形成50斤 最後一件事 我們最大的合頸椎 最大的肌肉 三角形的肌肉 魚養位也會形成50斤 所以50斤是有五個部位才能形成 50斤就是 什麼意思是50斤 很簡單的 如果一個人的上手很簡單 如果一個人的上手 一個人可以上 上不到超過90度 或者上不到你的眼邊 這是很輕微的50斤 如果一個人的肌肉 如果一個人上不到這個肌肉 如果一個人上不到這個肌肉 第二要嘗到50斤是怎樣的 你也可以在哪裏上去 平常可以碰他的兒子 也可以碰他的兒子 都沒有問題 所以很多人到這裏 咦 停了 行不行 為何要停時 或者拉自己 不舒服呢 這都是用50斤的形象出來 還有一件事 50斤是怎樣的 一件事 就是打拳那種修理的肌肉 是來到這個位置 那你這個位置 開始慢慢轉 咦 轉得到180度 那是好的 是好的 才是證明你這個 沒有50斤 如果對方一轉到這個 嘩 很痛不可以 又很痛 這就是50斤 就是前側走位 鞭脊上不走 就是前側左位 走位 上就是雞翼後面走位 頸嘴是怎樣的 頸嘴是怎樣的 頸嘴是不對的位 你可以這樣定位 再咬你的手關 這樣下去 所以你咬的手關 是這樣開始 下起上來 你和這條同一條線 這就是平術 但是你現在跑下去 嘩 很痛 你不行 下不行 如果下不行 就是你頸嘴影響到這50斤 所以每一個部位 是否影響到的 有些事 一是這樣咬 二是這樣反 三是這樣下 二是這樣下 第四是這樣輸 六是這四個動作做得到 這樣就放起了 你不要50斤 那50斤來說 它是需要做什麼動作 那你就可以 最重要就是 不要做到三個動作 其實都太好 如果有50斤來說 千萬千萬的手 就很防護 就像女孩子 比較穿衣服 最容易弄傷 例如反手 還有吃東西 那有時候 人家有些人問 是Gris做的東西 50斤 配整都好像我心作理 不是 其實50斤來說 有分量做 在馬來西亞 西亞科 或者香港 50斤是多 是在... 右邊 那在美國來說 就是50斤 在美國地方來說 50斤就是左邊 為什麼呢 其實很多50斤認識 很多人不知道 Gris啊 我想問一下 50斤是怎樣認識的 我問你怎樣做出停止 都不知道 我睡醒自己 很多人想自己是 睡醒醒醒醒醒 50斤認識 其實不是 很多是... 很多是懷疾犯 就是駕駛車 而這個人說 我到底要怎樣 我拆著手去 椅子 拆上去 隔壁 隔壁 我忘記了隔壁 隔壁 隔壁 就是隔壁 就是顧客的位置 你不懂怎樣過來 你一下子轉 一旦 你一聲很小聲 你又覺得 有少少拉 你沒有什麼壓力 但你又睡覺 起床 起床 只要改第七天 你的手部已經上了 就是你形成 開始發炎出來 這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這個50斤 很注意 就是駕駛車的時間 不要塞手 你最好落清 第二就是這樣 在新加坡 和香港很多事情 如果有50斤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坐地點很多 所以坐地點有時候 躺下 躺下 坐坐 其實坐槍了手和頸部 都不知道 所以在香港和新加坡 來說 坐地點沒有拉高 還差一點 差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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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避免了50斤的問題 如果真的有50斤 你做什麼運動最好 可以 50斤的運動 你第一 你把手放在這裏 按摩這條銀帶 向這裏 是這樣吹的 搓一下 搓一下 你搓一下 你會感覺到 怎麼這麼痛的 怎麼搓一下 你搓一下 你搓一下 你會感覺到這條筋 銀帶很實 很痛 你正常在這50斤 是可以硬化成的 你就可以搓一下 再做多一點運動 用你的撒架在這50斤上 你用左手來 拓一下 慢慢上 慢慢上 或者在裏面 是GG爬 爬GG爬 爬時傷 很痛很痛 你可以的 但你第一題都能看到複蟲 那就最好 還有前面 都是慢慢爬 爬到複蟲 那就最好 這是幫助20斤的位置 其實20斤沒有被人打死 第一 幫助多一點 第二 爬蟲蟲 那就可以幫助到20斤了